我請教一下民潔 為什麼解放軍對於天公飛彈這麼忌憚 解放軍今天早上共機 我們觀察就是說 他的架次跟批數的確可能不少 那當然這一次 我個人研判 他應該是在進行一個組合的訓練 那特別當然中間有對台 有對美不同的一個含義 那為什麼廣播到24次 這個架數當然我們研判就不會少 比較特殊的是說 他有分批 然後從不同的一個高度 然後這個騷擾台灣的西南的防空識別區 那低到1500公尺都有高到9000公尺 那不同的高度來的一個機種 可能會不一樣 譬如說這個 在這個飛到9000公尺 一般來講戰機不會巡航到這個高度 通常大概就是像他的空警500的預警機 因為他的雷達要越高越好 然後電針機包含像運8運9 那其他在中程 包含像這個4500到6000公尺 這樣的一個高度的可能就是 今天官部有公布 可能譬如說是殲10戰機 那他在這個過程中 他可能主要的任務就是在模擬演訓空對空 那可能對台或對美的一個戰機的一個滯空 那飛到1500公尺的確是比較罕見 因為算是的確高度是相對比較低 那1500公尺來講非常有可能 他在模擬就是這個對海跟對地的攻擊 那飛1500公尺的這個高度 我們研判可能 舒凱30戰機的可能性比較高 因為他的對地跟對海的一個攻擊能力 相對於其他像殲10來講 他要比較有這樣的一個性能 那像舒凱30他可以掛這個對艦 KH31AD或者是這個對地的 KH59MK2的這樣的一個長程的一個飛彈 所以過程中當然一個在模擬 可能是在這一個襲擊台灣的 西南的一個軍事要塞也好 或者是海上的一個 不管是台灣的海軍的船艦 或者是美軍的軍艦 因為非常特別的是說 我們觀察到事實上 這兩天美軍的一個新的動態 就是他的這個美利坚號的兩棲突擊艦 已經又進入南海 這個區塊非常有可能 就是在巴士海峽這附近 所以這個解放軍動用了 這樣的一個不同高度 不同空城 不同的機種 在做一個組合的訓練 一個就是對美在這個模擬 一個反介入 然後同時可能是在這個模擬 襲擊台灣的一個西南的空域 或這個海上或地面目標 那除了這個美利坚號 其實還有包含像日耳曼城號 包含還有一艘這個 這一個紐澳兩號的 這個兩棲船戶登陸艦 那另外附近可能雷根號航母 也在周邊 所以今天會這麼大動作 某個程度 當然也是在做給這個美軍看 因為特別是北京的智庫 這兩天也公布 包含像這個昨天 有一架美軍的KC-135W RC-135W的電針機 事實上它抵近偵查 而且特別是這個北京指責說 他是用這個馬來西亞的假訊號 讓他們沒有辦法發現 而且飛得離海南島 也接近只有50海里之近 那同時間像他這一個這兩天 他昨天在東海自己有 又這個展開一連串的一個軍演 那美軍的這一個挑戰者650 就是這個月光女神的 這樣的一個美軍陸軍的偵察機 那他又直接飛到 他的這個軍演區域去 所以看得出來 今天解放軍這個動作 可能兩個層次 一個他主要目的當然是在這個對應美軍 對這個中國的這個軍事壓力 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先前談到說 這個可能是不是跟天空三行試射有關 但是我們研判從位置上面來講 如果他是要徵收這個天空三行的參數 他應該會飛到比較南側 或者是比較東側的一個區塊 但是對台的這個恫嚇 以武促統的這個目的絕對還是存在 另外同時間他事實上先前 我們看到他的軍演都不斷的在北面或南面 包含像渤海黃海 然後這個東海南面的話 他一直在南海或者雷州半島 但是近期這個央視 他有示範一段這個新的一個影片 就是說事實上他對台當面的73集團軍 他也在這個模擬 包含像這個兩棲登陸 包含像這一個快速的什麼鎖匠 這個球渡上岸 或者是這一個潛伏狙擊 類似的一個演習 事實上對台的一個針對性的演習 在這一個可能還沒有真正在台海這個區塊 但是在在他內部的這個地區也在做軍演 那整體來講我們觀察就是說 美中之間的一個軍事的一個對抗 跟相關的一個行動 應該在美國大選前 我們觀察還是會持續交鋒 因為這個雙方你來我往 雙方互不退讓 那最後就是在比看誰在軍力上面有底氣 那台灣的部分當然是做好自己的自我防衛 我們該這一個深空的去監控的一個 我們的空中的戰力 當然也不能輕忽相關的一個措施 那當然對於這個解放軍一再的挑釁 一再的恫吓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看清時事 不要因為他這樣子的一個 加大對台的武力的威脅 就在意志上屈服他 好 我們稍後回來 要來看清時事實 也就在阿 阿 阿 阿